大家好,我是焦灯小王 这个老冰箱是95年生产的 而且压缩机也是原装的 这个压缩机是东背的,从来没被换过 不用说肯定是个春铜的 而且完全没毛病,能正常工作 问了一下收破烂的,说这个冰箱卖破烂,轮机而成 虽然是铜压缩机,也卖不上高价 所以我决定把这个压缩机给它倒下来 然后给它换一个600亿的压缩机 这个压缩机是个坏的 反正是轮机而成 好的坏的都一个钱 把这个好的压缩机倒下来 改个打气瓶用 估计再用个几十年也没事 现在就给它拆掉 拆压缩机,首先要把冷媒放掉 看看里边还有没有浮了 你看这个冰箱 用了近近30年 但是里边依然不错 防它特别阻 那时的冷媒应该是22的 那时候还没有600亿的 启动器还是纵齿启动的 这种纵齿启动器 特别耐用啊 多少年都不会 原装的 把接地线拆下来 这样再把管一焊 压缩机就拿下来了 这样管就拿下来了 底角是拿掐的固定的 并没有螺丝 拆卸也是特别简单 这上面的接水盘 应该是个不锈钢的 增量能量的 一点不胜锈啊 现在的冰箱 接水盘都是塑料的 用时间长了以后 塑料老化憋硬 然后就裂纹了 以前的货人驾驶 用这个东西 可以说用一辈子都不带坏的 特别硬 不锈钢 现在压缩机就能拿下来了 不过这个压缩机特别重 用手一杯都能感觉出来 一会儿拿秤秤一下 估计应该有20斤吧 特别重 比这个新款的重多了 现在把这个坏的压缩机 安装上固定掐的 重新安好 高压缩是铁的 所以焊接的时候 用黄筒焊条加成砂 现在三个焊点 全部焊接完毕 这个地方是铁的 所以需要用黄筒焊条进行焊接 焊完以后把线接上 按个接线盒就可以了 反正是砸破烂 现在压缩机的管已经凉透了 然后咱们拿了一瓶黑色的自焚器 把焊点给它喷一下 焊完以后 等到油漆干了 看上去就跟原装的似的 这样这个冰箱就等着卖破烂的 一块六一斤 大约能卖180块钱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